金云的网友提问 我老公脾气大 以前跟我动过手 后来我们分居了一段时间 现在我自己做小买卖 收入呢不错 老公再也不敢对我发脾气 但他还是对家庭不负责任 没什么转变 我考虑过离婚 但孩子才刚上学 我的婚姻该怎么办 欺软怕硬的男人 其实是不值得相伴的 欺软 是因为不厚道 怕硬是因为太无能 而且还没有家庭责任 你说这样的男人 你留他干什么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孩子考虑 更不应该让他生活在一个 貌合神离 假装和谐的家庭环境